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Kim 師傅 我們今次有其他人 你好 大家好 家裡有時候會放一些風鈴的東西 有些人都會說不要放那麼多風鈴在家裡 會惹惹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試過 Apple 你可以和我一起出去看風水 或者我講講一件事 那件事是發生在英國的 其實在海外很多華人 有華人的地方 他們都很想看風水 甚至現在很多西方西人 都會出去幫人看風水 甚至會放一些東西 西人都會 有學校在外國 那件事發生在我家隔壁門舍 是一個華人 中國人 他們在那裏土生土長 由於有一次我走到他們家 不是看風水 是探望他們 他們做一些BBQ 想像arasota 我今天去 scratching Brady 就幫她借好你們 我們回家吃 iemand 在客截at裡 那間當天大家也喝了那些ث 用了洗手間 走過走廊 說的咚奈叨喬 很吵 但是窗戶又沒有開 我們看到兩頭 ise 出發這麼特別 這一個樓上是五層風 你也看我喜歡我元学的東西 立即在想 哇 因為我朋友很西化 我最初也以為是裝飾 可能他貪特別 買了回來 我再看一條很雜的走廊 他在這裡掛了五層風鈴 左右兩邊又掛了五層風鈴 我開始留意了 我沒有理會了 最搞笑的是 入到洗手間 洗手間的房子又掛了五層風鈴 在這裡 周圍 我想他應該是批發了 扔了一堆回來 因為很多 他的屋子很大 叮叮咚咚 在屋裡 他的花園也沒有 外面也沒有 我便覺得叮叮咚咚 有時一走過去 叮叮咚咚咚 好了 到那天臨走時 你有沒有問他為何要放這麼多風鈴 因為我這個朋友是貪得意的 但有少許迷信 我問他 我問他 最近你找人看風水 他說 是 他不是找人看風水 他說 我看香港的電視節目 說到有一點就是 五鬼招財 五鬼旺財 有些師傅 可能在網上有些短片 或者什麼 他就不理了 聽了一些東西 他就拿出那部分的東西去用 亂擺放 亂擺放 不看方位 因為我相信 其實現在 如果你只是玩一個專業執業的師傅 他如果真的建議你用 五層風鈴的話 五層 七層 或者用一些擺車 他一定是跟你看過方位 而且還要配合你的名價 你行不行的 譬如說 五鬼旺財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他問我對什麼 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他 但是他真的 他自己聽到這件事 於是他就去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 就訂很多五層風鈴 那些你去紙紙店買那些 一層層的 叮叮咚咚咚那些 一風一吹就叮叮咚咚的 他真的每個角落放 每個地方都掛 真的好像掛得太濃 每夾一段 兩三米就掛一個 每夾兩三個 我問他 那運氣如何 有否很大 我最焦慘 問他 他說 運氣沒有 但他說心事不好 還有常常叮咚咚咚咚 因為一夜晚一刻 就開始叮咚咚咚了 我說:「不如這樣吧,你全都脫下來吧。」 最初他也很不願意 因為他也托過朋友買 已經給了錢 拿回來,用了又獲不到財 用了沒多久又煩了,叮叮咚咚 現在還要去拆回 扔又不是,送給人又不是 他又沒招了那些東西回來 他就說很吵 經常晚上一刻他一個人都在叮叮咚咚 一走過一條路就叮叮咚咚 事實上因為無論有沒有風或怎樣 其實如果你經常叮叮咚咚 已經構成一個沙 我們叫做聲沙 再加上如果有些人是 小膽一點的 他可能晚上走過叮叮咚咚 就會經常迎著 就會變成疑心心想鬼 所以大家有時 我明白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雜誌 在網上看到 放些甚麼陣 但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些陣未必適合自己 還有找一個執業的師傅 跟你看一看是怎樣擺放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最怕 你獲不到財還會燒到一些東西回家 到時又麻煩了 風鈴這件事就不要演得這麼賣了 好,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 歡迎來到這個網址 HK026.com 下次見 拜拜 拜拜